男人拿出一条女尸内裤 垫上卫生棉 在上面滴上猪血 最后居然还穿了上去 腰上再别上一袋猪血 做几个深蹲 很好 没有侧楼 这男人是变态吗 不 恰恰相反 他是出了名的宠妻狂魔 看到妻子切洋葱辣眼 他会特意做了一个机械的小猴子 帮忙切菜 自行车后座个屁股 他马上为妻子打造专属座椅 可就是这样的神仙夫妻 却也有无法克服的难言之隐 这天一家人正在吃饭 妻子突然脸色大扁 起身匆匆的离开 在场的女人一眼就看懂了 只有阿帅一脸懵 还赶忙的追了过去问咋回事 原来妻子大姨妈来了 在印度女人来立嫁 被认为是晦气肮脏的 那几天必须单独待在屋外 连睡觉都不能进屋 阿帅心疼妻子 大白夜的妻子贴了床被子 反正把妻子吓得一机灵 让她赶紧走 阿帅只好选择尊重她 第二天 但她看到妻子偷偷摸摸地晒了一块破布 仔细一问她知道 这居然是用来直写的姨妈金 这破布又旧又脏 阿帅拿来擦自行身都显脏 亮的时候啊 还得藏在其他衣服的下面 晒不到经典阳光 卫生状况开忧 阿帅实在看不下去了 二话不说就跑到药店去买姨妈金 店主听到这三个字立马地紧张起来 偷偷地从柜台下给他塞了出去 搞得好像做非法交易一样 再一问 这东西居然要55卢比 阿帅当时就懵了 但是没有办法 为了老婆就是借钱也得卖 阿帅本以为妻子见到礼物会很开心 没想到妻子一看价格 吓得刚才赶紧退回去 要知道 55卢比对他们而言 可不算是一笔小数 这么轻飘飘的一包东西 为啥这么贵呢 阿帅想不通 他轻轻撕开卫生棉 发现里面不过是几块棉花 加上两片布料嘛 就这点东西自己也能做啊 他东拼西凑找来了材料 一个人在河边 三下五穿 就做好了第一代阿帅排卫生机 用树叶小心的包好 箱上一朵小花 将自己的劳动成果送给妻子 这是爱的产物 而且不用怎么花钱 妻子半推半就的就接受了 可第二天阿帅发现妻子 竟然还在用那块小瀑布 原来啊 这自制的卫生棉效果太差 侧漏了 害得老婆洗了一晚上裙子 阿帅很惭愧啊 但还是不死心 一层棉花不行 那就搞两层 阿帅第二代升级版卫生棉 这样就诞生了 但妻子说什么也不肯再识 对她来说 大姨妈是莫大的食物 丈夫越关心她就越难堪 无奈之下阿帅决定 让已经出家的妹妹试试 结果却被妹妹一家给赶了出来 晚上回到家 阿帅意外得知隔壁的小妹来离家 她喜出望外 偷偷地爬上她家阳台 得知隔壁小妹来了大姨妈 可把男人高兴坏了 她趁热半夜偷偷爬上她家阳台 给她塞了个卫生机 什么意思 男人说 这是我自己做的 你帮我试一试 就在这时 女孩妈妈走得进来 我去啊 这男人是个变态啊 这房邻居都跑过来看热闹了 这下阿帅更找不到人帮的示威生棉了 走投无路之际 男人决定亲自上阵 他去买了条女室内裤 把自制的卫生巾贴了上去 给腰上绑来那儿珠血 再做个深蹲 原地的蹦的来下 嗯 感觉还不错嘛 嘚瑟她才骑上车 想赶紧回去跟老婆分享这个好消息 结果骑到一半 她的笑容凝固了 猪鞋染红了整条裤子 窘迫的阿帅一个猛子扎进河里 他为时已晚了 河水已经被染红 全村的人都跑来看他笑话 这男人是练了葵花宝典吗 人群中 老婆绝望的眼神刺痛了阿帅 所有人都说阿帅脑子出了问题 是神经病 就连最亲的家人也不站在他这边 老母亲羞愧难当 说她是家族耻辱 老婆不堪压力 要跟哥哥回娘家 众叛亲历的阿帅终于举定离开家乡 去寻找制作卫生棉的真正方法 他把市场上的卫生棉拿去检测 才知道里面装的根本就不是普通棉花 而是纤维素 纤维 纤维素 哪能找到 化验员说 我要啥都知道 我不就当大学教授了吗 阿帅一听 大学教授 有了 当即找了一份在教授家当佣人的工作 想学点知识 可是呢 这教授每天早出版归 根本见不着人 更别说请教 幸好教授的儿子会上网 他们在网上搜到一家 专门制作纤维材料的公司 阿帅打电话过去 假装自己有大项目要合作 忽悠到了一项样品 等开箱一看 这不就是普通的纸板吗 怎么变成卫生棉呢 正在这时 旁边的狗狗上来对着纸板一顿挠 啊 原来吸水因子是这么来的 这一幕刚巧被回家的教授看到 问他这是要干啥 阿帅解释了来龙去脉 说自己想做卫生棉 因为连妻子都保护不了的人 不配成为男人 这句话击中了早年王妻的教授 他说做事情光有机型不够 你看这制作卫生棉的机器一台 就要好几千万 你买得起 阿帅被现实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可再仔细一看 这机器似乎也不复杂 搅拌 压缩 包装 消毒 诶 等等 这些不都日常操作 阿帅瞬间有了灵感 既然合起来的大机器做不成 那分开操作不就行了吗 说干就干 第二天阿帅找了一间废弃的仓库 开始行动 在家里自制卫生巾需要几步 首先将吸水纤维放进搅拌机里粉碎 其次压缩定型 形成一厘米厚的长条 第三步用网面布料包好固定 最后用紫外线灯照射 消毒一小时 OK 一个自制的卫生巾就完成了 可这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呢 阿帅觉得还得找个人试试 正巧这天夜里 阿帅碰到了到处找卫生棉的小美 小美是个富家女 我朋友出来玩 谁知突然来了姨妈 没想到路上偶遇这位陌生大叔 居然随手掏出了一个姨妈巾 两个女孩有点迟疑啊 这大半夜的一个男人 随身带着姨妈巾 怎么看都不正常 但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拿着卫生棉应急 第二天阿帅找上门来 一脸吃汗笑 她问小美 昨晚的卫生棉感觉怎么样 老美以为自己遇到变态了 蝴蝶是蝴蝶 有啥不一样啊 阿帅听到这 激动的热泪盈眶 得到肯定的阿帅立马打电话 向妻子报喜 可妻子一听 她还在导弄卫生棉的事啊 失望头顶 向阿帅提出了离婚 阿帅心里常然若失 她做的一切努力 好像都失去了意义 而另一边 小美对这个特别的男人 产生了兴趣 她来到阿帅的工厂参观 透过这些简单的小机器 才看到了阿帅的才能和申请 她推荐阿帅去参加 印度最著名的发明大赛 第一名呢 获得20万的奖金 听到这 阿帅的表情变了 转身对债主说 阿帅带着机器 忐忑又兴奋来到现场 还没有流利的英语 只是向大家展示 制作卫生棉的卷过程 不停地比划 几天后的颁奖年里上 阿帅不负众望拿到了大奖 还被授予了护垫侠的称号 比赛结束之后 小美告诉阿帅 很快就会有大公司 来抢购你的发明 要不了多久 你就是千万富翁了 可是阿帅一听 去高兴不起来 她费了这么多的心血 不是为了挣几千万 而是为了帮几千万的人 如果专利卖给了大公司 卫生棉的价格又会变得很贵 第二天阿帅告别的小美 放弃了一报复的机会 带着机器回到农村 继续把便宜的卫生棉 带给饱受困扰的女人 小美被阿帅的精神感动 追随她的脚步 成为了阿帅公司的第一名推销员 他们凭借DN的价格 迅速占领了农村市场 还把那些留守父母女 招聘过来生产卫生棉 让他们过上了经济独立的生活 阿帅的卫生棉生意越做越大 她的事迹甚至惊动了联合国 她被邀请到国外发表演讲 站在国际的舞台上 她自信地说道 阿帅的前妻通过电视 看到她取得的成功 似乎也开始理解她 演讲结束之后 小美和阿帅相视而笑 一起奋斗了这么久 两个人的气氛逐渐升温 就在两个星要靠近的时候 阿帅的电话响 是前妻打来的 阿帅刚刚紧握的手逐渐地放开 一边是淳朴无知的糟糠之妻 一边是携手共进的灵魂伴侣 阿帅会怎么选择 无论现实还是电影 阿帅都选择了她的糟糠之妻 是的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物改编的电影 电影的原型就是 印度的卫生巾之父 阿鲁纳恰拉姆 初中就辍学了 她靠自己的发明 改变了印度武艺女人的生活 伟大的发明源于深群的爱 选择一个好的伴侣 会让财路横通